漢病不賠病 省時省前又省地 為什麼要推展住院整合照顧 其實這個家園到近年已經是第二年來推行 那推行的過程當中 主要就是看到我們民眾的需要 什麼樣的需要呢 因為現在我們家的小孩都比較小 比較少 而且很多家庭都是雙親家庭 就是學生要在一起 和生活要一起一起一起 所以我們家的小孩也在庭園的時候 說實在家庭是找不出來人力 像以前多子多孫多夫妻 來便宜來幫他照顧 而且現在說實在要請勳婦 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因為勳婦的人力也是不夠 所以像中公斤 以外上來說 一天二、四點斤請起來 差不多要兩千、六至三千 不等了 在疫情期間 甚至到七千 一萬又不一定 一天請有一個勳婦 所以這個勳婦來自 也不是我們以外上的 普通家庭有辦法 有什麼 所以我們國家看到了 這樣子的需求之後 推動住院者 什麼照顧的計畫 這個計畫最主要的 就是說 如果我們團隊在冬季 他們家庭的這個家庭 他其實就可以跟其他人 一起共享這個照顧的資源 那共享的方式呢 就是一個勳婦有可能 顧世的 顧人去顧買 其實是不一定的 像以外紀律來講的 我們就是安排一個勳婦是顧世的 他就在護理師的指導行監督之下 大家正會來顧這個玩家 所以他的家庭裡面是小的 這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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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還是一個家庭可以 孤單得起的經濟備用 他就是外人在這裡 他就有辦法去 有一個好的照顧 因為這個勳婦 他在這個制度之下 是叫我們不固定的合作模式 所以他叫護理師 會是一對手的總統來做這個照顧 所以 平靜比較好 比我們家庭的人 飲食飲料 要怎麼照顧 說實在平靜比較好 就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結合健保制度來 來對這個住院整合照顧 最重要 就是 凡假在家庭裡面可以好 家庭有的錢不可以這麼大 在時勢來說 阿嬤也不可以這麼大 在家庭有錢比較好的時候 凡假就可以如期出院 如期出院 對我們國家 對我們的店員 對我們的店員 我們的家庭就不可以這麼大 所以我們 像在說 這個住院整合照顧的推動 是一個五號的狀態 就是對病人也好 對他的家庭也好 對護理師也好 對看護理師也好 對整個憲法的制度 他也是很好的 所以他就是一個五號的狀態來推動 所以我們基於在憲法施行的期間 今年我們也積極去爭取這個住院整合照顧 來向我們台南部的反省 我們今年來申請的部分 在那裡有50床 在家庭在那裡有40幾床 在那裡有50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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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要自己付一部分的錢 自己付1050塊錢 這個算法是由國家統一 作為計算的方式 到共同12床 以前我們如果今天要出院的 在那裡有50床 他就不能比這個更多 不然他如果要補貨可以出院 超過12床 一分鐘就加補43塊 他這樣來計算 所以一部分見補 一部分我們也要負擔 家庭也要負擔 照顧費用 一天1050元 對 他剛剛照顧幾個店員 他就是這樣 對對對 一分家來說我們是四個人 我們沒有讓看護跑去其他街 所以就是最多的人 對 他們就是顧一間 就顧在這裡 是有39家醫院參加 那預算是3億 那今年呢 有增加到84家醫院 那預算是5.6億 那總共大概有4400床左右 全國 那我想 因為他為了要讓他保障點值 所以他現在有受這個床數的限制 那國家當然希望我們要 一定要使用 才會有預算 所以我們很希望 我們今天 的媒體記者先進們 要大力幫我們的宣傳 讓我們的使用率可以提高 那這樣子的話 那更多使用 那我想國家才會重視這個問題 他才會 在邊預算明年繼續做 那最後的話就是 所有的床 所有的急性病床 都可以加入 作為整合照顧計畫 那我想才能全民受益 那以上是我們補充 謝謝 您照顧 是我們也看到病人 這一方面的需求 然後走在健保之前 我們就先把4個病人 叫這位 然後這位請一個看護 但是其實他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一下子只有3個人要 一下子只有2個人要 然後病人進進出出 所以他要那麼好的把它 叫成4個人 其實說實在 有時候也是嗆出嗆出 但是在這個制度底下 他就會穩穩定定的 把這一些床位 就做4個人為一間 這樣子來做一個照顧 那另外還有第二個不同就是 強調跟醫療團隊之間的 一個緊密的結合 因為共聘的情況等於說 是4個家屬叫這位 雖然我們還是會去照顧到他的看護 那個照顧品質 但是現在正式制度化了 他就變成是團隊的一份子 那可能過去呢 大概有50%的聯繫性 現在就變成80%的聯繫性 那種共同照顧的情況就更好 那所以這樣子 這樣的一個制度底下 就會變成比過去的共聘的話 反正那些床位就開在那裡了 然後你病人來的時候 有床你就可以住住那些床位 就不用打車一騎了 你要不要一起屁一屁 就不需要做這兩年的工作 大體上是這樣 那當然付的費用也不一樣 這個健保有幫忙一部分的時候 家屬付的錢會比以前 那個共聘照顧的時候更少一點 那我們花更多時間 那現在的話他就是固定床位 那我們希望讓越多民眾知道 他一來他就申請做好共聘 就是現在所謂的住院 住院整合照護 早期在這之前的一版叫做 住院友善 就是推所謂的共庭看護 那現在叫住院整合照護 那我們是過去跟現在 其實他的照護模式是差不多的 但是家屬所要付的費用負擔是不一樣的 而且他已經制度化了 他就不需要由醫院來幫忙 去媒合說誰誰誰要一起來做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還有很大的好處是 因為我們除了病人跟家屬 他們讓病人可以得到累積性的照顧 那更重要的是這些看護 他們過去如果做24小時的 他們幾乎沒有不合勞基法沒有在休息的 但是他這個一定不能違反勞基法 他七天還是要一天的休假 那所以也就是他上班的時候 我們自己很多自己家裡聘請的看護 其實稱之不齊很嚴重 我想剛剛我們秋婦已經有做很多的介紹 我們會經過訓練還有品質的集合等等 那這些人他就不能上班的時候睡覺 那自己家24小時請的看護 因為也無法可管 那家屬也不在 所以我們也沒有立場去集合他或監督他 那我覺得這個制度就進入了整個未來的國家衛生政策 非常重要的一個一環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讓病人跟家屬都會可以比較放心 對 我想說為什麼我們也沒有申請 那我全國都有同樣的問題 最大的困難是照顧人力 那剛剛我們秋婦也提到 不是只有護理人員缺 照顧人力是全國缺 所以要投入的人其實真的很少 那我非常感謝我們體系的四家五家 五家特約的廠商 他們都在這一年期間 我們為什麼一年後才申請 這一年期間我們不斷的在招募人 讓他可以人力穩定 讓我們開出這麼多床位 沒有人是沒有辦法做的 那更重要的是我們體系 對於照服員的特約公司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規定 也就是說這些所有的照服員 一定要固定在齊美 不管你是在總院柳營或家裡 你不可以趴趴走 你不可以說我今天來齊美 我明天去新冷 後天去成大 不可以 因為這樣會增加感染的風險 所以我們要他是固定 他也必須要依照我們醫院的要求 每年做體檢 那確保他們的身體健康狀況 那如果治病的貪戶 當然就沒有這些的規定 那就是這個 就當然稱之不齊就蠻嚴重的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沒有申請是因為 我們這一年來一直在儲備人力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們就是所有體系的 這些特約公司 都非常努力的在幫我們招募人力 以上 申請的狀況主要 我報告一下 我報告一下 總院這邊100% 然後柳營大概是五成 將近六成 那家裡的話 都六成多將近七成 所以其實也是很滿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更多人知道 當床位出空的時候 有人會出進來 不要讓他 他一床難求 所以我們希望讓床位的應用會更好 這樣子 衛福部核准給我們的是80床 柳營也是80 但是我們現在他看你出半 他也擔心你使用率不高 他佔了資源 所以他先給我們50床 那如果我們床位數的使用率都超過六成以上 他就會讓我們在家 然後擴展到最後的80床 那明年就要看計畫 當然我們是希望他是可以全面實施 改善的家屬上班上請假困難 不知道如何照顧或是找不到人 照顧的這些社會見況 所以政府就規劃了這一個釋放計畫 也希望說可以減少病人以及家屬的照顧 以及經濟負擔 也讓病人在住院期間能夠獲得連續性以及完整性的照顧 今天非常高興我們一大早這麼多人來參加這個記者會 本來這個記者會是我們上個禮拜要開的 因為剛好碰到颱風天所以我們也到今天 我想集美醫療體系一直都是配合國家的政策 來做很多的衛生的一些政策的配合 我們上個禮拜要開是因為我們9月1號開始 集美醫療體系三個院區 我們都承接了這個衛福部的事辦計畫 就是做住院整合照顧計畫 那我想待會兒我們會邀請我們總院的護理部的副部長 秋敏慧副部長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什麼叫住院整合照顧計畫 那從這些年來我們高齡化的社會加上少子化 那所謂住院都造成很多家人的這個照顧上的困擾跟負擔 所以政府推展這樣的政策是希望要減輕這個家庭照顧者的壓力 不要因為家人住院的讓他為了要請假 那有些人可能沒有辦法長期請假 或者是連請假都沒有辦法請假的整照顧上的 第一個他的照顧負擔還有他的經濟的壓力 那我想政府做這個是希望由政府出一部分的錢 然後來減輕他的這個醫療的照顧費用 那另外一個就是大家也知道 最近非常夯的議題都在講護理師全國大缺人 那我想這個護理師是我們在醫療體系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專業人員 那我們希望護理師要回歸護理的專業 所以我們把照顧的工作交給我們的照服員來做 那讓護理師可以真正做他的這個專業的工作 那這樣子我們在專業上面有分級分工 那病人可以得到好的照顧 不會因為護理師那又要做專業又要做生活的照顧 那我想真的這個沒有辦法應付這整個 所以會造成這個壓力太大 那造成護理師的離子潮 所以我想這個是政府做這樣的政策 希望對於醫院也好護理師也好 或者病人跟家屬 那整個國家整個社會都好的這個氛圍之下 我們希望來推廣這個計畫 那我想這個計畫對我們國家未來的這個衛生政策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我就要邀請我們這個總院護理部的副部長 那邱敏慧邱副部長 來跟大家深入的再說明一下 我們住院整合照顧計畫的事情 還有在座各位我們團隊的夥伴們 大家早安 好 好 那我們千呼萬喚 那你住院整合照顧計畫 終於在我們台南奇美體系裡面要上線了 那我們其實是上個禮拜 9月初就開始做了 因為那個與台風天的關係 所以我們延到今天才做這個記者會的發表 那我們先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需要推動住院整合照顧計畫 當然其實大家在新聞報道上都有看到 現在少子的話浮陽比很高 浮牢比呢一樣很高 所以我這邊有提供給大家浮牢比的一個數據 以台南來講的話 大概浮牢比到2022年的話已經是25.6年了 這個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每四個15到65歲的年輕人 要撫養25個以上的老人家 每100個要撫養25個以上的老人家 就是每四個人就要養一個 意思就是怎樣 你跟你的老公跟你的兩個小孩 雖然小孩還在念國中高中 也算進去喔 我們要一起撫養一個長輩 那不要想說 啊我叫我的學生已經搶出來 搶一個媳婦這壞 啊他就叫一個人在講 不是喔 搶一個媳婦這壞 又搶一個人在壞 所以不要以為說 我的兒子娶了媳婦事情就會好轉 其實並沒有喔 那當然我們在醫院裡面看到的照顧 也不是只有老人家有問題喔 大家知道嗎 40歲到65歲這個 本來應該活力旺盛 在家裡面要賺錢的人住院更慘 為什麼小的還很小 老的已經很老了 老的根本沒辦法來家裡面 來醫院照顧他啊對不對 所以我們其實在醫院裡面看到這種 40到65歲的照顧的 更那個呢 他並沒有比老人家更好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知道其實照顧的這塊問題 其實是需要去解決的 然後啊再加上 好吧 那我們家裡面的 我們都知道說少子化 少子化的這個問題喔 啊不是現在少子化不是只有影響到 我家裡面沒有年輕人來照顧而已耶 也沒有年輕人投入照顧行業這個工作耶 大家想想看喔 現在少子化 你現在要生一個生兩個人 誰願意讓他去做照顧員這麼辛苦的工作 誰願意讓他去做護理師這麼辛苦的工作 所以其實少子化 不是只有家裡面沒有人照顧而已 他是連整個照顧行業進來的人也變少 那這些問題我們都必須要去面對啊 再加上好吧 好不容易家裡面媳婦娶一下 對不對 媳婦娶一下 兒子要工作 媳婦也要工作 啊現在大部分的家庭都是雙薪家庭耶 那到底一旦家裡面長輩或家裡面有人照顧了 到住院了到底誰要來照顧他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是需要去解決的 所以啦我們說當有人照顧的時候怎麼辦 家裡面的人請假嗎 啊到底他要住五天還是住七天啊 啊五天到七天到底要不要輪流來照顧啊 對不對 啊輪流來照顧兩天輪一個到底他會不會照顧啊 不是一個兒子一個媳婦來一個孫子來 他就必然會照顧的 所以這一些欸問題就出來啦 然後再加上好吧 家裡面終於瞧一瞧有一筆小小的錢 可以稍微來請一下看護了 啊結果呢請看護歸深深啊 為什麼呢 一對一照顧的兩千六到三千不等對不對 啊跟各位報告這算是太平盛事的時候 疫情期間七千塊到一萬點請不到一個看護 啊所以請看護歸深深啊 啊再加上咧 你還不是願意付錢就請得到人對不對 還有呢這個請來的看護到底照顧得好不好 我們出錢的那個子孫在家裡面想說 欸他在顧得好啊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問號會在我們的 那個輕人住院期間其實充滿很多的問號 所以啦我們在信文稿上面有提供給大家一個 黃爺爺的故事 但是跟各位報告那真的是冰山一腳 真的就是冰山一腳 所以啦也因為這樣子我們就積極的去申請住院整合照顧計畫 在奇美醫療體系裡面來執行 那我們今年通過的總共有142床 其中呢 柳營50床 總院這邊50床 然後 家裡奇美醫院42床 啊其實也跟各位報告 那當然 在這個住院整合照顧 在這個住院整合照顧 我們已經到今年給計畫上限了 當然我們也期待 我們也忽略 政府趕快在這個部分有一個明確的資料可以鬆綁 讓我們繼續申請下10床 甚至於下20床 那坦白講 這些需求 我們很認真的做 但是在我們奇美醫療體系裡面是不夠的 真的也跟各位報告 那當然 在這個住院整合照顧 其實它是從111年就推動了 是結合健保一起做的 那為什麼要做住院整合照顧呢 第一個 在醫院裡面專業的人 因為看路是固定在這個地方 跟我們的護理師固定同一個單位 大家一起合作照顧 所以它的技術各方面會很熟練 就沒有那種我的家人來照顧 到底會還是不會啊 這樣的問題 所以它其實在整個醫院的感染控制管理會比較好 那當然啊 還有永續醫療 永續醫療照顧人力 就跟剛才我們陳婦講的一樣 家屬不會照顧的 或者是家屬沒時間來的 以往這一些就繞在護理師的身上 可是大家其實新聞有看到 護理師的人力也很缺啊 那護理師呢 我們讓他盡量坐在 照顧病人的護理專業工作上面 跟醫師可以做一個密切的合作 然後好好的看好我們的病人 但是這一些日常生活照顧的需求呢 我們就由護理師來跟看路一起 把病人的日常生活需求看緊這樣 那大家一起合作的情況之下 當然 人力就比較有機會可以有序 不然如果忙到護理師 我一下子我又要給藥 然後我又要幫病人翻身換尿部 說實在護理師也會崩奧 我們的下一代我們就不希望他加入護理工作 其實我們不喜歡產生這樣的惡性循環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來處理 那當然啊 病人住院期間照顧的品質也會比較好 因為相對這些人 醫師護理師照顧病院 每天要兩千又要三千 你還不見得請得到 現在健保幫我們付750便 民眾自己一個家庭 一天只要付1050便 就是一千零五十元 你順盤隨便算就知道 一千零五十元跟兩千六 差了多少對不對 所以話又說回來 你一個人住院的時候 如果這個看護一天只照顧我們一個 那看護已經也是很缺了 他只能照顧一個 可是我們大家有一個共享的一個概念在裡面 是不是我這個看護來上班 我其實可以幫四個家庭 大家就有共享經濟的這個概念 所以也減輕了負擔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慎重的呼籲 我們大家一起來讓這個文化可以養成 也就是說呢 我們推動一個醫療新文化 然後照顧的讓專業來 家屬好好的去工作賺錢 我們在長輩住院期間 我們來探病來關心他 但是不陪病 在24小時照顧的這件事情 就讓其他專業的人來 所以麻煩各位幫我們一定要好好的推 像這個新觀念 家屬叛病不陪病 那所以這是這部分最希望的一個期待 那到底整個住院整合照顧 我們是怎麼提供的呢 像我們柳營跟總院這裡是1比4照顧 大家可以放心 我們的看護進來的時候 四人一間他24小時輪班都不會離開這裡 當然中間30分鐘出去吃飯 他們會兩兩互相看著 因為人也是有生理需求 一定要讓他去吃飯這樣 其他時間都有人在這個病室裡面 我們沒有做一個移動式的照顧 那我們的家裡院區呢 他是1比6的照顧 他就稍微會跨到這個案裡面的同一個區域 但是也不是很遠 就是前後間又看得到他了這樣子 那因為病人的形態不同 家屬負擔的情況也不同 當然照顧的比例就會有一點點的不同 但是都是把病人的安全放在最高原則來做思考 那另外我們這裡還講到說 當然提供的是24小時照顧 那輔助人力就兩班 他會輪班要休息 那幾乘都是需要休息的 所以裡面的看護是兩班制的 還有呢我們會有固定的病室 固定的病房 還有固定的區域 而且這些照顧員進來的時候 這些看護進來的時候 我們都是經過嚴密的訓練的 那每年都要定期的訓練 感控技術病人安全這些都是受到訓練的 那很重要的就是我們醫院還有院籍的委員會 就我們那個副院長這邊 他定期的會對我們做品質的集合跟管理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這樣的狀況底下 跟以前我自己付錢去找一個看護 那他的品質保障會比較怎麼樣 當然比較好啊 當然會比較好 那另外這個是我們的夥伴 當然我們的夥伴很重要 這些都跟我們合作很多年的很優秀的夥伴 歷年來經過我們外包委員會 層層平和通過才有辦法繼續留下來 成為我們的夥伴 換個腳步講也千隨百練 也跟我們一起走過疫情的照顧 我們像每個院區不一樣 像我們有康院區呢 就有群富旺跟實惠兩個公司 那家裡院區呢就同心一家公司 因為他醫院的床數本身就比較小 那我們柳營運區呢也有兩個公司 這一些人都是在地化 我們的照顧員都在地化 所以不會說跑很久才上班 然後交通很來的時候很累這樣子 其實我們都盡量避免這一些狀況 那希望給病人一個最好的品質 那怎麼收費呢 這個我相信各位記者朋友也很關心的問題 這個健保每一天支付750點 但是大家知道他會隨著點值上下 那病人呢這個就不管健保怎麼變 目前為止都是一天1050元 那大家可以放心這個都是跟著國家制度走 不是你期美說要收多少就收多少這樣子 有一個國家的一個規範保障這樣 那但是呢這個每天1050元只能到中午12點喔 按理來講出院的人12點要出院 那我要換新病人進來嘛 這樣才不會一堆病人等不到床嘛 可是如果12點以後才出院的人 當然也尊重啦 我們是希望盡量不要 可是在國家制度底下 超過12點就每一個小時要收43塊 就要多收43塊這樣 那出院的時候一起繳交 而且他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他會拿到醫院的收據 這個是很正式的東西 那拿到收據有什麼好處呢 私人保險那個稅制 對稅制他就是急性醫療的 對醫療受險 他那個部分就會是在一個 醫療的收據範圍裡面去做 對家庭來講長期也比較好 也比較好一點喔 那我們都會提供相關的明細跟收據 所以啊這樣子一來一往 算起來的結果 這樣一來一往 算起來的結果 比以前過去我們傳統一對一請一個 可以節省60%的人耶 那其實大家都說 現在生活不易啊 什麼通膨什麼有的沒有的 我們可以幫這個家庭想想看 照顧一天的費用品質又比較好 又少付60%的錢 那有沒有大家雙贏啊 對齁大家就大家就會有好奇 所以呢我們在這個住院整個照顧中 9月就開始了 到底要怎麼申請齁當然也不是也不是 隨便亂申請進來啦齁 我們的病人主要從急診進來跟門診 預約進來住院的主要這兩個部分 那急診呢當然家屬可以主動提出來 還有要經過醫療團隊評估 因為畢竟是一個對四個照顧 所以會自動啊會拉 會躁動啊拉自己管子的 就要在前端先處理一下 比較可以康檔下來 比較可以配合的時候再進來這樣 會比較安全 所以我們還是會有一些醫療評估的機制在裡面 那當然啊這個是整個國家制度的部分 病人病人施情同意的部分 這一定要有的他簽同意書 還有呢門診如果住院進來的時候 一樣我們的住院主就會讓他登記 入住的時候一定要簽入住同意書 這表示病人跟家庭他其實是同意他住進來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會按部就班做 所以啊我們在對這個住院整合照顧計劃的時候 最主要就是希望可以達到五號 然後哪五號呢 第一個病人照顧品質比較好 家屬可以回到他正常的生活 啊優雅的來看病就好了 保持對家人的關心 不要24小時顧在旁邊 自己領患無故自己搶搶搶 這個部分就交給我們來就好了 那護理師我們回到自己專業上的工作 好好的擔任護理的專業工作 把病人顧好 那醫院呢當然照顧品質好 病人不要住院住很長 能七天出院的就七天出院 能五天出院的就五天出院 那下一個病人就有機會進來 不要一直等在門急診那邊 等好幾天還沒有床進來這樣對不對 那醫院也好 當然開幕也好 比起做24小時的我有下班時間 我12個小時的班上一上 我就可以回去休息 那一樣做六天休一天 雖然我一次來不是顧一個 我一次來有可能顧四個 但是大家都好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制度 剛開始退雖然有點辛苦 需要各位記者朋友們幫忙 好好的宣導讓民眾有這個概念 但是他如果退下來的話 其實對大家都好 好那以上我們也留了 我們三個院區的負責的 主管的聯絡電話 如果有問題的 也可以進一步的去修復 我示範計畫 而進入是一個正式的健保給付 那這樣長遠的未來 不管我們是從專業工作人員的立場 還是我是一個家屬 我們還是都會面對這個問題嗎 或者是未來有可能有一天 我們是需要被照顧的那一個人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個好的照顧品質 好那以上是我跟各位的報告 謝謝 看病不賠病 省時省錢又省力